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解释这个过程 还得先从飘铃说起 飘铃跟氨基酸一样 都是一种有机物 飘铃是合成DNA的主要成分 DNA大家都很熟悉吧 就是拷贝了我们很多遗传基因代码的一个载体 人体每天限制代谢 细胞有的生有的死 亲生细胞里的DNA合成就少不了飘铃 这就已经很牛了吧 人家飘铃还有一个更牛的成分 是ATP的主要原料 ATP中文名字叫腺飘铃合肝三磷酸 太难念了 还是叫它ATP吧 那什么是ATP呢 简单说就是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不对呀 细胞发动机烧的不是糖分吗 怎么改烧ATP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弯弯 要绕一下 其实糖分相当于原油 细胞是没法直接利用的 只有先将原油提炼成汽油了 细胞才能用 ATP就相当于被加工过的原油 飘铃呢 就是ATP的主要原料 那么飘铃和尿酸是啥关系呢 人体内的飘铃都是从哪来的呢 看看人体内的代谢过程就知道了 一个细胞诞生了 人体就会把长得标致的飘铃选出来 送去给细胞做DNA使用 那么细胞死了呢 人体就会将这些去世的细胞分解掉 细胞一分解 飘铃就出来了 每个细胞就是一台发动机 都需要能量啊 每天不断地消耗ATP 释放出来的就有飘铃 人体自身的形成代谢 每天都会自然产生很多飘铃 经过肝脏的处理 飘铃就变成了尿酸 除了人体自产之外 人体内的飘铃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 那就是吃 很多食物本身就还有飘铃 比如动物内脏啊 海鲜啦 那吃进去的飘铃可不是一般的量大 根据飘铃的来源 不能分析飘铃是怎样突然增多的 人体剧烈运动时 需要更多的能量 会直接导致大量ATP被燃烧分解 这一燃烧 飘铃就像烧煤产生的烟尘一样 被大量释放出来 日子快跑了 吃的时候喝的是酒 尤其是啤酒配炸鸡 吃法虽然时尚 可是飘铃就成分地吃进身体里了 随着飘铃的激增 肝脏也就不停地加班 尿酸就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血液 这就成了高尿酸血症了 飘铃 尿酸 高尿酸血症 痛风 这个逻辑链条终于被神奴君串起来了 虽然神奴君才华横溢 其实我有时候都接受不了自己的自恋 可是神奴君更是一个务实的人 想知道什么人容易得痛风吗 想知道什么行为会引来痛风吗 这么重要的使用的有加价的信息 当然要新开一集才再重视了 下集 重要的内容就来了 错过的你一定会上心的 神奴君可舍不得你哭哟 怎么回答 geh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